Viva 卡塔尔世界杯, 还有两天开播 而三星亦在今天宣布 终于在香港推出第一部的QD OLED TV 就是S95B 系列 而今次这段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系列究竟有何特别 以及谈谈我的即场试后感 大家好, 我是艾薇,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正式开始这条简介影片前 提提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的YouTube频道 追踪我们的IG、赞、Facebook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会在社交媒体与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CLS三部曲 因为订阅、订阅和分享可以令这条影片推送给更多人看 谢谢大家 Samsung S95B 这个QD OLED TV 将设有55吋和65吋两款型号 定价分别是$22,980 和$36,980 算是非常贴事 两款电视都采用了QD OLED 技术的面板 结构上结合了蓝色OLED 自发光层和量子点薄膜层 每个像素分别分为RGB 三元色纸像素 蓝光会直接由OLED 层发出 而红绿光会经过量子点纳米薄膜层激发而成 再三者结合成为白光 有着高Color Volume的颜色还原能力 宽广的动态范围 可视角度高、无光云等优点 而在HDR 方面 它与三星其他电视一样 同时对应HDR 10、HLG和HDR 10 Plus 当中在内置的Apple TV App 亦已支援HDR 10 Plus 显示 而音效方面,会原生对应Dolby Amos 并且支援Wireless的Dolby Amos 可配合指定的Samsung Soundbar 以全无线方式输出Dolby Amos 音效 而受惠于QD OLED 面板 S95B 可用到名为Laser Slim 超薄机身 超级边关设计 四组HDMI 输入端子 亦支援4K120 输入 以及ALLM 功能 而自身功能方面 S95B 亦支援Smart Calibration 功能 可使用指定的Samsung或iPhone智能电话 为这部电视机做自动校正的画面 而针对QD OLED 面板 Samsung 加入了Peak Brightness Panel Care 等设定项目 进一步降低画面烧印的机会 另外,这系列亦内置一个光度感应器 可因应现场使用环境 而自动调节画面亮度 初步使用了65 吨型号 试看了YouTube、Disney Plus 和Apple TV 不同的4K HDR 内容 我觉得这部电视的画面 延续着Samsung 电视的颜色风格 是抢眼和鲜艳 而黑位亦受惠了QD OLED 自发光的技术 在全黑环境时 会较同系的QLED TV 更深沉和扎实 而画面的阳光感也算得充裕 但同样地,在开灯看时 我认为黑位未算完全纯黑 这方面可能受到量子点薄膜的影响 这次Samsung S95B 的技术简介 以及初步实试影片 大致上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按订阅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了 如果大家想先看到这部Samsung S95B QD OLED 电视 可以到铜锣湾时代广场的风宅里 有一个展示器给大家看到 除了这部QD OLED 电视之外 他们的QD OLED 的Smart Monitor 亦有在这个风宅里暂时展示 对于QD OLED 技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今天这条影片大致上到此 下次再见,拜拜!